我們敬禮 傳承主事 敬禮 了名和尚 敬禮 殺家正空喪士 敬禮 十六世大爆發王 喀瑪巴 敬禮 圖登達爾吉喪士 敬禮 譚成三把 敬禮 今天同修的本尊 普陀洛家山 聖觀世音菩薩 師母 丹真咖措 圖登四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非常好 尼尾 高穂 尼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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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滿足 非常寡 須忍 超乌 今天看了這個 等於有兩個主題 第一個 剛剛琴滑 是要講金剛經 其實 講道果的 連一個都沒有 因為道果很難講 講金剛經的人 很多法師都講 非常多的法師都講 非常多 但是我認為 金剛經的要義 比道果還要難講 很多人講金剛經 全部都是幼稚園 全部都是幼稚園 其實金剛經 智經 智剛 是非常偉大的一部經典 很少人能夠切中要義 所以我才要開始講 金剛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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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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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關於立度母 好像他們今天晚上 你問我答 你問我答 就是以立度母 中委會7月14日 猛師佛指示 以立度母為主尊 為全球災難回向 請請師佛在慈悲開示以下的問題 這是你問我答 問題一 請問師佛 選擇以立度母為慈奏修法回向的主尊 是否有特別的因緣 問這個因緣 告訴你 沒有因緣 師佛講立度母就是立度母 沒有什麼理由的 還要什麼因緣 難道你不知道嗎 立度母 二十一度母 除瘟疫度母 最主要就是要消除瘟疫 還要什麼因緣 還要什麼因緣 這個時候 像這個時候啊 還要問我因緣 這白問 現在是什麼時候 很簡單啊 根本上是講的 你就照著做 不要問什麼因緣 今天火氣稍微大 對不對 你還問什麼因緣 你看看現在世界成什麼樣子 還有什麼因緣好談 觀世音菩薩最慈悲啦 我們今天的觀世音菩薩 是最慈悲的觀世音菩薩 以慈悲來講 觀世音菩薩是第一慈悲的 他所度的眾生 是無量 沒有哪一個菩薩 能夠勝夠觀世音菩薩 利度母 就是觀世音菩薩的法身 白度母 也是觀世音菩薩的法身 這個時候啊 不請利度母出來 幫忙解決整個地球的災難 還請誰啊 還請誰啊 問題二 請問師佛 他說 本世佛動迴向方式 是以修利度母法為主 或者只有持利度母心咒 依可迴向 這個還用問啊 這個還用問啊 告訴你利度母啦 你修利度母法也可以 可以 持利度母心咒也可以 反正跟利度母有關的都可以 這個問的 問的人喔 都是去讀幼稚園好了 Kindergarten Kindergarten baby 問題三 請問師佛 本世佛動修利度母法 或者持奏時 除了利度母的三段法身觀之外 師佛還有什麼特別的觀想 比如我們也需要如師佛 每日觀想超度亡焚的方式 做觀想嗎 你是要找我的麻煩嗎 我還要編一個儀軌給你們來做嗎 那麼多的中委會的處長 那麼多的上司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是你喔 所有的儀軌 都是前人 他本身他在修法的一個經法 所有的儀軌 都是以前的前輩 他們在修行法的所有列出來的儀軌 就是他們用這個儀軌去修過的 是他們編出來的 你們學法學那麼多年 編一個儀軌也不難 你難道還要勞動這個七十幾歲的 根本上司 是找我麻煩 中委會自己去編 不要找我麻煩 體驗在師佛大家執中 中委會帶動全球上司法師弘法人員 道場及所有的真佛弟子 成是師佛 與師佛一起共轉 救度眾生的法輪 再次凌濟一波更強大的集氣能量 令全球疫情及人間浩劫 早日解除 令世界早日回歸正常的次序 一切平安及吉祥 鼎禮師佛 敬祝佛安 中委會核心小組 中帝子鼎禮 啊 這幾句啊 還像人話 剛剛那個詩儀 在這個琴法的時候講了一段話 那一段文字是誰寫的 Goria Goria寫的 她有聰明才智 她有聰明才智 真的 她寫的那一段文字 我坐在這邊聽了 很感動 我想應該也是她啦 她寫的這個中文的程度很好 而且寫得很好 每一次都是她寫的 每一次都是她寫的啊 這種人才 叫她去編這個利杜姆的 修法漁軌 修法漁軌可以啦 你們中委會核心小組 你看嘛 這三個問題啊 我都給她打了回票 我很讚揚剛剛那 她在這個 詩儀念的那一段這個文字 講得很好 剛剛講了 這樣明白嗎 今天的你問我答就結束了 哈哈哈哈 這開始說法應該 應該已經開始說法了 不過也講個笑話吧 某一個市政府的辦公大樓漏城 大門口缺了一副對聯 市長呢就當場揮號 寫了一副對聯 上連是 講實話 辦實事 一生正氣 下連是 不貪污 不受非 兩袖輕轟 寫得不錯 底下大小官員看了 其聲賀彩 在戰聲不斷 市長對眾人說 誰能想出一個橫批 當時一旁的 有一個 市政府的清潔工 脫口說出 茶無此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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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沒有這個人 當官員啊 大部分是大灘小灘 大家都知道的 很多啊 都是烏龜轉世 哈哈哈哈 聽過那個笑話 大家都聽過那個笑話 為什麼講烏龜轉世 那個 好像有這樣子的一個笑話 也是講過 當初這個乾隆皇帝 游江南的時候 有一群烏龜擋大 擋住他們 擋住乾隆皇帝 那麼 當初的時候 他說 你們擋我做什麼 這些烏龜啊 他就講 我們想要當官 然後獻上供養 然後獻上供養 你們供養什麼呢 就供養王八蛋 哈哈哈哈 供養王八蛋啊 這乾隆皇帝說 王八蛋也好 不錯 那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當官啊 這些烏龜啊 就講說什麼時候可以當官啊 那乾隆皇帝他就講 當這個 意思是講說 晚上的時候啊 不用點蠟燭 的時候你們就可以當官 晚上不用點蠟燭 那時候 沒有電嘛 都是點蠟燭的 晚上不用點蠟燭 你們就可以當官 另外啊 他說 當所有的人 出門的時候不用騎馬 到眼地的時候不用騎馬 你們烏龜都可以當官 所以現在啊 到了今天 真的不用點蠟燭 也不用騎馬啦 都有車子開啦 所以烏龜都當了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這個笑話 所以現在當官的 都是烏龜王八八 都是烏龜王八八 真的這個是 這個是 好 再講一個笑話吧 啊 小明三十歲了 已經結婚了 但還不想要有小孩 老八就一直催著他們 每次小明都說 實在沒有時間 而且太忙了 小明都講說實在太忙了 沒有時間 老八就講話了 難道你連三分鐘的時間都沒有嗎 沒有人笑啊 哈哈哈哈 難道你連三分鐘都不行嗎 關於這個疫苗的問題 有位阿伯到醫院注射莫德納疫苗 打完以後問護理人員 國外注射疫苗都有發錢 發獎品 摩采 摩采券等等 我們有發什麼呢 只見護理人員很正經地告訴阿伯 你打的是莫德納 也就是梅德納 好啦 今天讲最后的道果 这个不是讲过了吗 上根的 就是已经正道的 就是上根的上师 上根气的都是正道的 已经正道了 所以成为生道上师 因为已经盐满了一切的道 这样子的上师 虽然没有一日之交 没有交这些弟子什么 也无一做之修法 但是呢 盐起 至其何故 能够提升钟情 因为缘分非常的合 那就是上根 弟子是上根 根本上师也是上根 不教什么东西 但是弟子也会领悟 这是最高的境界 这是上根基 所以达蒙说法 也不说一个字 就是上了法座 他就下了法座 说法就完毕了 释迦摩尼佛说法 也不说一个字 大切业就领悟了 这叫上根气的上师 上根气的弟子 互相齐合 释迦摩尼佛说法 就粘那一个花 粘起一斗发 也不说法 大切业就 就是印在他心上 这个才是真正的 上根气 这样懂了吗 真根气的 就是持三里气 学习二十三内亚的学处 以五补犯法 仇补 以此圆满道 及提升中情 就是属于中道 属于中道 就是已经有法 有中道 有为事 这是属于中根气的 这是属于中根气 也就是有对 有对质 有对质 你有什么过失 就用什么法来对质 这样子就提升中气 这是中根气的 中根气的 这样子懂了吗 下根气的 男生接受 男生接受 远起何何 他没有什么接受 就是用信解 用信解的方法 所以称为下根气 就是用信仰的方法 信仰 信仰气解脱 由信心气解脱的 这是属于下根气的 信仰气 生起源起 见次何何 身坐对质 所断 一由身断 故为 身则灭 这是属于下根气的 虽然很难生起 生起解受 但是你有信心之故 也能够得到解脱 也能够得到解脱 剑刺 就是用剑法去修行 根本上师 教授法 以身 气质 用对质你自己本身的身 气质 这个是属于下根气的 好 现在讲严满总结了 现世本宋 圆满之故 宋明 道果之教授 以口诀圆满 道果如前 立宗时已失 教授为世间道之教授 或教授为道之教授 或为教授 觉则果 或教授为随上师所事之教授 可觉 为自己实修的接受 随念生起等 以其意称为之 圆满 为无多寡 对增山教士之词 既为颂厚之防蚊 撒妈巴 大米梯之意 这个其中有谈到 这个 严满总结 这个 道果本宋的严满 道果之教授以口诀严满 从开始讲道果开始 一直到讲道真正的可觉 通通都严满 这个就是严满总结 道果如前 立宗时已失 道果两个字 在立这个宗器的时候 早就已经解释过了 早就已经解释过了 因道而立国 因果而立大 道果两个字 就是因为你得到了道 才能够证果 你有了果 就表示你已经得到了道 这是互相的 已经解释过了 教授为世间道之教授 有两个 一个是世间道 一个是初世间道 世间道之教授 或教授为道之教授 或为教授节者果 这是渐进的 先修世间道 最后再讲世间道的道 最后呢 再教授如何选择果 像这个你看 像这个一地 到十地 到十地 到十二地半 到十三地 这个都是果 到十三地 十三地的果位 就是果 或教授 随上师所示之教授 由上师走指示 这样子的教授 这样子的教授 可觉呢 什么是可觉 因为上师已经得到了实修的接受 生起了重要的意义 讲授出来 随念生起 这个就是可觉 因为已经得到了接受 才有可觉 教授给大家 这个就是可觉 这个就是可觉 圆满呢 唯无都寡 什么是圆满 圆满的时候啊 也就是 也不要讲 他本身是多少 好像一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一直到十地 然后到十一地 到十二地 十二地半 到地十三地 真正圆满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 称什么 到地几地了 就没有了 无增 三教授之词 没有再增加 也没有再减少 这个就是圆满 既为宋后之防蚊 这个就是 三马八大明地之一 这个就是圆满的意思 好了 道国讲完了 现在几点了 9点15分钟 还没有讲50分钟 还没有 讲个笑话吧 这里讲啊 心三败 这个败啊 是失败的这个败子 失败的败子 凭着自身条件 去赚钱 又把它发光的 叫做夜光组 这个叫一败天地 一败 这失败的败 一败天地 败完了自己 又开始啃老祖 就是吃父亲母亲的 叫二败高堂 二败高堂啦 找那个跟自己一样 败家的伴侣 自己败的不算 再找一个人啊 来相伴 一起 一起这个好像是说 两个人反正 一个已经吃光了 再找一个人来 也一样吃光 这个叫夫妻对败 老婆讲啊 看啊 我又打死了一只蚊子 这蚊子怎么喜欢 钉在我身上 一动也不动 这个老公就笑了 他是在发呆 这么一大坨 又肥又润的肉 到底从哪里可以下口 老婆就叫他滚 我告诉你 很多人讲金刚经 是怎么讲 他先解释 金刚薄叶波罗蜜经 然后再讲 瑶晨三藏法师 Jomorosan 欢意的 这个欢意的 我给你讲 一件事实 佛经 释迦牟尼佛讲的 那是谁 谁 谁做的 作者是谁 作者 作者 作者是谁 大部分都没有 显教的经典 有欢意的 Jomorosan 他欢意的 金刚经是Jomorosan 很欢意的 但是作者是谁呢 没有 没有作者 显教的经典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任何一个经典 差不多都是这样子 没有作者 只有翻译者 密教的经典 不一样 你有没有注意到 密教的所有的经典 都是有作者 有欢意者 这本经典是谁做的 道果 毕瓦巴 是作者 翻译的另外有翻译的 密教的经典 很多 密教的经典 也是很多 多有作者 是谁做的 是中卡巴做的 密宗道次第广论 菩提道次第广论 所有五步大论都有作者 不是弥勒菩萨做的 遗世中官都有吴卓 世金 遗世中官都有龙树 都有提博 都有作者 唯一的 唯一的 显教的经典 显教的所有的经典 都是没有作者 只有翻译的人 你们有没有发现 是你们发现 是你们发现的吗 密教的每一部经典都有作者 有翻译者 显教的经典 完全不属明 没有作者 这是一件 值得探讨的问题 当然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但是讲的时候 在印度古代 在印度古代 释迦牟尼佛讲 底下的人 如果也跟着忙着做笔记 在那边用笔子 把它记下来 在印度古代 是不礼貌的行为 不是一个礼貌的行为 印度古代 属于不礼貌的行为 好像释迦牟尼佛说法 底下的弟子 忙着做笔记 把他师父讲的话 记录下来 这是不可以的 在现代是可以 古代是不可以的 所以有所谓的 第一次结集 第二次结集 第三次结集 第四次结集 只是听到的 然后大家认为说 佛陀当初有讲这样的话 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再把它编串起来 一般的经典都是这样子 阿难的记忆力很好 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的记忆力很好 所以大部分是阿难尊者 听到的 听来的他记得住 他能够把它说 讲出来 那底下的人 底下的人门下弟子说 确实有讲过这个话 然后才把它记下来 把它记录下来 那现代的人 谁有那么好的记忆力 我就是在想 师尊说法那么久 我自己都忘了 很多 我自己都忘掉了 讲了我都忘掉了 你们在座的诸位 你们在座的诸位 有谁能够完全 从师尊说法开始 一直到现在 你都记得住的人 有没有 有的就来告诉我 你就是过气的阿难 我第一次说法在哪里 在台中 陀遍坑 那个我们游完泳以后 穿好衣服 我上了一个水塔 在水塔上面讲妙法莲华经 那时候在场的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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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连士连阻 他们两个 是老弟子 你们有下去游泳吗 那时候看好洪水啊 那时候我看好洪水 就到头遍坑的河流 台中 头遍坑的河流去游泳 我喜欢游泳 大家就跟着下去游泳 游完泳啊 还有时间啊 我在水塔上面 坐在水塔上面 就讲妙法莲华经 从那个时候开始 到现在 有谁能够记住 我的说法 或者你 从皈依 听师尊说法 你完全一个 每一个字都记得住的 那个一定是阿难尊者钻石 那个一定是阿难尊者钻石 阿难尊者钻石 哇 剩下四分钟 阿难尊者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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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 丈夫听的很感动 回答 已经找好了 现在就等你确诊 这个才是超前部署 医生来到一家餐厅吃饭 正在点菜 发现服务生总是下意识地摸屁股 便很关切地问 你有智商吗 你有智商吗 服务生指了指菜单讲 请你点菜单 请你点菜单 你有的菜 现在已经快十点了 是吗 快十点了 夜已经生了 孩子睡觉的时候哭了起来 父亲决定唱一段催眠曲红他 结果刚唱了几句 隔壁邻居就床来看医生 还是请孩子哭吧 催眠曲一定是唱得很难听 好吧 今天说法就到这里 爸 stresses錶 coop 收听 ушки生活 未经许领 Out loser 发cą领域